天好公開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好公開課 今天我們繼續說晶片戰爭的故事 不過必須先來勘悟一下 上一集當中呢 我講錯了一個專有名詞的念法 節目播出後有很多業界朋友好意指證我 在此對朋友們的意見表示感謝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 半點馬乎不得 這必須得更正一下 是哪一段說錯了呢 就是互補式金氧半導體這一段 這是一種機體電路的設計製程技術 英文是 Compli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簡稱CMOS 這個CMOS在業界念作CMOS 我忘文生意把Complimentary拿進來 念成了COMOS真是一笑大方啊 還好很多高手在看這個系列的影片 隨即就獲得了指證 非常感謝 後續故事當中如果還有此類外行的錯誤 烦請各位行家輔正 好啦 接下來回到我們的故事主線 上一回最後我們提到 日本人正式參加了晶片戰爭 當然啦 一開始日本人是以美國協力代工廠的形象出現的 相當的忍住無害啊 就算東通工推出了暢銷的TR55晶體管收音機 開啟了日本企業使用電晶體賺大錢的新時代 當時的美國對日本的成果還是沒有太在意啊 跟後來這種劍拔弩張的情況完全不同 為什麼呢 可能的原因有二 一來 美國人知道電晶體是一項過渡性的技術 就算日本人把這玩意研究再深入 發展前景也有個上限 不需要太警戒啊 二來日本人買的都是美國大公司的技術授權 你賣的再多 美國也可以共享利潤啊 不行 優勢在我 當然還有一個不能說出口的默契 冷戰時期 日本在面對共產政權的第一線 美國需要日本 日本更需要美國 這裡有著比賺錢更底層的國家生存需求 再怎麼樣日本也翻不出山姆大叔的五指山啊 讓日本的廉價勞力996加班生產 做些便宜好用的電器產品賣給美國消費者 也沒有什麼損失啊 就在這種心態之下 日本的崛起之路很順暢 1960年先同半導體公司搞出機體電路 日本電器NEC隨即就跑來購買專利授權 到手之後 隨即就開始批量生產機體電路板 等等等等 為什麼這麼快啊 當時多數的美國電子業都還在電晶體階段 怎麼日本人對這種新技術上手了這麼快 這就得介紹一下NEC了 NEC的成立可以追收到1898年8月31日 如果你對這個時間點沒概念的話 我幫你建立一個時空對照坐標吧 此時海對面的大清朝正在進行物需變法 是的 這就是那個百日維新的時間點 當中國還在思考未來政治體制的走向時 NEC的創始者 炎錘邦彥和前天武士郎 買下了一家叫做三好電器諸事會社的公司 當時這家公司與美國的西部電器合作 而西部電器是AT&T的子公司 是的 這是19世紀末就開始的美日合作 NEC其實一開始就是一家美日合資企業 一開始NEC是生產電化的 在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 NEC已經把電化賣到大清國跟朝鮮市場 接下來幾十年 NEC逐漸拓展產品線 生產電風扇、廚房電器、洗衣機和... 你可能不會相信 吸塵器 是的 在中華民國成立初期 日本人跟美國人就已經在用吸塵器了 NEC發展的拐點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 這場毀滅性的災害重創了日本東部 東京有13間電信局在大火中毀滅 電話和電報因為電話線受損而中斷 通訊中斷對一個現代國家來說是致命的 日本政府在災害之後迅速反思應對策略 然後日本就開始發展自動電話交換系統和無線電廣播 當然啦,首先還是引進外國技術 第一套自動轉接系統來自英國自動電話製造公司 當然代理商就是NEC 引進新技術之後只用了一年 他們就搞出了自製的自動交換系統 日本人學習新技術總是這麼的有效率 也就是在這一年 NEC開啟了無線電通訊業務 NEC從西部電信那邊引進了廣播裝置 日本第一家無線電廣播公司 東京放送局誕生 隔年民國放送局大阪放送局陸續成立 順帶一提 戰後的1946年剛剛提到這幾家放送局合併 組成今天我們熟知的NHK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是有NEC出面購買專利了吧 背後都是日本政府啊 現在回頭看會發現 這其實都是日本政府主導的戰後產業復興計畫的一部分 在NEC取得機體電路技術之後 很快就分享給了日立、富士通、三菱和東芝 然後日本就組成了一個半導體產業集團 再然後日本就長成了美國人最可怕的對手 因為集中力量辦大事還是很有用力 當時美國矽谷雖然在半導體領域依然領先全球 但是美國企業都是各自為戰彼此還各種競爭 日本則不然 日本企業在政府的號召下整合各種資源 企業之間不但不競爭還互相協助公關 以趕超美國為目標啊 是的 日本發展半導體產業採取的方式 正是我們今天熟知的舉國體制啊 因為不如此 不足以追上先進的美國大公司 哪一家大公司呢? Big Blue國際商業集系公司 統成IBM 1960年代開始 日本想跟美國競爭的 可不是小打小鬧的收音機市場 而是未來潛力無限的計算機產業 那就讓我們來說說IBM吧 不過這個扯起來很複雜千頭萬趣的 我們抓住一個好理解的切面來解釋好了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諾伊斯跟摩爾創立英特爾初期 第一個主打的產品 半導體記憶體 我們就從這個產品來理解吧 來介紹一下這個玩意兒 今天任何電腦手機當中都有這個玩意兒 因為體積很小 屬於日用而不知的好東西 不過一開始電腦要儲存資料可沒這麼方便 早期的計算器要存儲資料得用達孔卡片 這玩意兒感覺挺繁組的 有點節繩技式的味道 不過可別小看這種技術 當時這已經是最先進的計算與儲存技術了 而IBM正是銷售達孔卡片機起家的 然後奧地利人古斯達夫陶史克發明了磁骨記憶體 這依然是以穿孔卡片載入取出資料的形式 不過用上了磁媒介速度快多了 這是磁心記憶體誕生之前的主流技術 後來IBM買下了這項技術的專利開始生產 老實說這玩意兒雖然比達孔卡片機快一些 但是非常笨重而且更加昂貴 存儲容量也只有幾K 實在不是什麼可以依賴的技術 不過在二戰結束之前也只有這種技術 所以二戰期間IBM還能替美軍代工 生產點機槍卡片槍什麼的貼補在用 但是老實生產機槍卡片槍也不是適合 這玩意兒又不能技術升級 所以航戰爆發之後 IBM就開始到國防部各單位去打聽 有沒有除了機關槍以外的需求啊 然後IBM發現 隨著武器性能的提升 軍隊組織模式日需複雜化 對資料運算與存儲的需求激增 軍隊需要一種能穩定存儲與計算的機器 然後IBM就開始走上生產大型電腦的道路 接著國防計算器IBM701誕生 這是第一台可以存儲資料的商用大型電腦 有序名言我認為世界市場可能需要五台計算機 這序名言裡的計算機就是指這一台附帶一體 這序名言應該是斷章取義杜撰 因為這序名言裡面的我通常是指 Thomas Watson 在IBM做出這台機器時 Watson正在擔任斗志長與CEO 不過深入了解他當時說話的時空背景 會發現這其實不是他的原意 但是那已經不重要了 接下來商用電腦的需求猛增 讓IBM開始在這個領域投入巨資 有多巨呢 1964年4月7日 IBM推出Systems 360 這款電腦採用最新型的機體電路 每秒運算速度超過百萬次大關 為了做出這台電腦 IBM的投資超過了二戰期間 美國研製原子彈的費用總和 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 並考慮佔GDP的比例的話 這可以說是歷史上排名前幾的商業投資了 當年財富雜誌升起為IBM的50億豪賭 注意這可是1960年代的50億 還是美元USDollar IBM砸下大錢做成了大事業 一舉功課的大量技術難關 獲得了超過300項專利 編定了自己在大型電腦領域 泰山北斗的地位 Systems 360上市後 每台售價250萬到300萬美元 相當的昂貴 不過買得了很多 問世不到三年就已經售出8000多台了 為什麼 因為好用啊 還是那句老話 貴從來都不是它的缺點 而是你的缺點 總之走上大型商業電腦銷售這條路 使IBM年營收突破40億美元 存利潤高達10億美元 1960年代存利潤10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呢 可以買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 還剩一億多可以買戰鬥機編隊護航啊 此後IBM迅速佔領了大型電腦的全球市場 說是全球 其實這時買了起這玩意 也就只有美國西歐跟日本而已 但是這已經很可觀了 1967年IBM市值高達1923億美元 相當於同期美國GDP的25% 現代地理教科書動不動就說 韓國靠大型財團起家 三星最多能在韓國GDP的20.1 跟IBM相比 三星最多只能算個弟弟 1968年IBM的收入達到了70億美元 正式超越了通用電器和美國無線電公司 要知道 1958年時這兩個電子巨頭的營業額 分別是IBM的5倍和1.5倍 等到10年IBM就成為新的巨人Big Blue 這是多麼驚人的成長動能 半導體產業的魅力就在這裡 而日本想挑戰的 就是進入這樣的領域分一杯羹 為什麼呢 這不是自不量力嗎 其實也是被逼的 這得從1973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機說起 這次危機讓石油價格短期內翻了4倍 那兩年美股跌了70%可謂創巨通生 這帶來了兩個影響 1.美國經濟不景氣開始要求日本開放市場 2.日本經濟更不景氣必須為自己找條出路 這兩條繩子累了日本產業界透不過氣來 那該怎麼辦呢 日本通產省花了一年多時間研究 終於找到了一個走出困境的契機 恰大投資新技術等待景氣反轉 這不就上一集說的摩爾定律的應用嗎 這需要研究一年多 事後諸葛亮總是比較容易的 身在局中你才會知道決策有多麼困難 這一點有買過股票的人應該都能體會 個人身家尚且必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何況國家產業發展趨勢 萬一賭錯了那可會砸掉千萬人的飯碗 1976年日本正式啟動 下世代電子電腦用超大型機體電路研發計畫 簡稱VLSI研究開發計畫 這個計畫的主要目標是要在半導體基礎上超越美國 這是每日半導體產業從合作走向對抗的開端 那具體上應該怎麼做呢 日本人打算從記憶體這一點突破 V計畫由通產省登高一呼 日本企業群起響應 日電、日立、東芝、富士通、三菱都來了 這並不是臨時拼湊而成的 這五大企業都是日本電力與電電家族的成員 這裡解釋一下什麼叫做日本電力與電電家族 戰後全日本的電力供應由東京電力等10家電力公司 分區域獨家壟斷經營 而向這些電力公司提供電力設備的特定企業 就被稱為日本電力家族 除了日本電力家族還有日本電電家族 這個電電指的是電話電報 聽到這裡對日本比較了解的朋友應該想到了 當時日本通訊服務是由日本電報電話公司壟斷經營的 這家公司通稱日本電電簡稱NTT 日本電電也只向特定企業採購通訊設備 提供這些設備的企業就是電電家族 現代工商業社會的運作 離不開電力與通訊這兩項基礎設施 所以任何現代國家政府都會對這兩項產業家庭管制 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在日本政府特許某些企業壟斷經營這兩項業務 看起來像是民營的 但其實背後跟政府都是一條心 通訊費和電費決定的所有產業的營運成本 這其實也是一種特殊稅 平常可以用這些錢來做做基礎建設 等到需要宏觀調控一下的時候 也可以調整費率用來穩定一下經濟走勢 當然這需要產業界跟政府密切配合 在日本這件事被做得非常好滴水不漏 理解日本帳後經濟的切入點就在這裡 不過這裡我們先不想述了 你只要先知道這層關係就好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通產省一喊 這五大企業就迅速到位了吧 不過事情沒那麼簡單 首先誰來帶頭呢? 這五大企業誰也不服誰啊 現在可不是戰後出席那種蕭條的局面了 經歷20年的成長 現在五大企業都已經成了巨頭 雖說是盟友 但是在各領域都是競爭對手 誰也不想便宜的對方啊 現在只是看在通產省的面子上 勉強湊在一起罷了 合作還談不上 更何況政府承諾的資金也還沒到位啊 那就大家一起扯皮囉 反正日本文化有集體不領導的傳統啊 就在此時改變日本半導體產業的人登場 後來被稱為日本半導體支付的垂井康夫登場 垂井康夫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理工學院 29歲就申請了電晶體相關的專利 是日本半導體研究的主師也其人物啊 此人一出號令江湖莫敢不從 日本政府任命垂井康夫擔任B計畫聯合研究所的所長 由於垂井康夫對各企業都非常了解 他親自到各企業點名要求出人出錢出設備 在垂井康夫的鞭策下 五大企業終於摒棄門派之間 然後日本政府提供了16億美元的巨額資金 又是稅負減免又是低息貸款 幫助五大企業打造半導體產業群 經過四年的努力 日本在半導體產業取得了上千件專利 從設備原料到晶片製程都趕上了美國 比如尼康和佳能的光科技設備 比如新月化學和甚高的矽晶圓晶片 順帶一提 這兩家合計約占全球60%的晶圓生產量 富士通則與IBM幾乎同步研製出了64K記憶體 通過V計劃 日本有了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 紀錄1980年代 日本企業憑藉64K記憶體 超越美國 拿下全球一半以上的記憶體市場 V計劃結束時 垂井康夫滿意的認為 日本的半導體技術已經和IBM並駕齊驅了 當然微處理器和操作軟體還是美國人的天下 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總之日本四年的握心長膽迎頭趕上 讓美國人開始警覺了 來看一個案例 1980年年初 IBM惠普的美國企業佔據了全球商用電腦的主要市場 日本生產的記憶體主要就是賣給這兩家 1981年惠普電腦招標採購16K記憶體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惠普發現日電、日利和富士通的產品完勝 Intel、德儀和Mostech 比良率日本公司都在90%以上 美國公司只有6、70% 比產能 美國產的晶片經常延遲交貨 而且至少會產生5%的退貨 而日本晶片的交貨總是很準時 並且很少發生退貨 當年3月 惠普公司CEO在華盛頓發表了 關於美日兩國晶片品質的比較報告 這份報告引起矽谷的震驚 然後美國大企業紛紛組團前往日本參訪 這些美國專家看到的是讓他們震撼的場面三見齊發 在一宗研發大樓內部第一層的技術人員 在研發當前市場主流的16K記憶體 第二層的技術人員在開發下一代的64K 第三層的技術人員則負責再下一代的256K技術 這其實是當年美國人搞登月計劃時的場景 不過登月計劃燒的是國家的錢 騙的是國防 這樣不計成本的稿還可以理解 日本現在可是拿股東的錢這樣燒啊 美國人提出了摩爾定律 日本人則身體力行再實踐摩爾定律 然後美國半導體公司的噩夢就來了 1982年3月日電九州廠 記憶體月產量達到1000萬塊 當年10月甚至暴增到1900萬塊 這個廠是當年全球最大的記憶體生產廠 這一年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記憶體生產國 對半導體行業有概念的朋友 應該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了吧 價格暴跌啊 與產量暴漲相伴的當然就是價格暴跌 1980年一個64K記憶體還賣100美元 1982年只要5美元就能買到 賣這個價格日本廠商還能賺錢 美國廠商以為良率低就也虧錢啊 賺不了錢就沒錢繼續投資研發 然後就是技術持續落後 如此惡性循環最終變成無法追趕的技術代差 比如1982年美國剛剛研製出256K記憶體 富士通和日利的256K記憶體已經批量上市啊 到了1983年全球銷售256K記憶體的公司 除了摩托羅拉剩下的全都是日本公司 是哪幾家 就是富士通日利三菱日電東資這些電力跟電電家族啊 比起市場份額更可怕的是價格 日本工廠海嘯般的產能 讓最新型的256K記憶體價格不斷暴跌 這種最新型的產品單單是日電九州廠 月產量就高達300萬塊 這價格能不暴跌嗎 年底一算記憶體價格暴跌了70% 美國公司賠本都賣不過日本人啊 技術代差與產能落差這兩把剪刀 讓美國公司陷入了巨額虧損 剛剛花大錢投資研發更新設備的美國公司 傳染就發現日本人的售價比自己的成本還低 這生意還怎麼做啊 更可怕的是 聽說東資半導體事業部的部長傳希剛 這位是日本IC教父 正帶領一個1500人的團隊開啟W計畫 東資打算投資341日元 三年之後就要量產1Mega記憶體 1985年東資果然實現了目標 這是日本第一個領先世界水準的半導體產品 而美國人一年之後仍然做不到啊 B計畫啟動10年日本正式超越美國 為了避免留下錯誤影響我先補充一下 這裡說的只是半導體記憶體這個產品 其他個人電腦核心科技 美國依然領先世界 不過這也很可怕 聽到這裡你也許會覺得奇怪 剛剛不是還把IBM吹得舉世無雙 怎麼沒過幾年就被打垮了呢 別誤會IBM可沒有被打垮 因為日本領先的是半導體記憶體 IBM正是這種產品的大客戶啊 正因為日本企業瘋狂的降價 才使得IBM匯普的產品越來越有競爭力 不過大公司開心了 中小企業就倒霉啦 比起日本半導體動不動就舉國體制 美國的半導體企業多是中小型公司 比燒錢那還真的是趕不上 1982年 英特爾裁員2000人 要不是IBM緊急出手相助 以2.5億美元買下英特爾12%的股份 能不能撐過去還真的不好做 前幾集意思表現了很神奇的諾伊斯 現在悲觀的說 矽谷將成為廢墟 他說這話的時候 富士通已經提出計劃要收購先童半導體啦 此稱危己存亡之秋也 聽到這裡你可能又要問 英特爾還算中小企業嗎 這是1982年 比起日本那幾個電電家族 英特爾的確還算是中小企業 在半導體產業中小企業何則升分則死 那現在該怎麼辦呢 以彼之道還師彼身啊 不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嗎 對美國人來說這只是要不要的問題而已啊 諾伊斯成立了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 親自前往幾乎從未打過交道的華盛頓遊說 請山姆大叔出面教訓一下日本人 等等 為什麼說從未打過交道 前面不是說先從接了很多軍方訂單嗎 那都是大老闆菲爾柴爾德的人脈 菲爾柴爾德常年住在美國東北部 關係好得很 但是跟住在矽谷的諾伊斯沒關係啊 矽谷的技術精英 通常都不喜歡華盛頓的那些政客 這個傳統到今天都沒有改變過 但現在生死成王關頭已到 也只能拉下臉來求人啊 經過幾年的努力 諾伊斯得到的成果是 1.減稅 將資本所得稅從49%減到28% 後來在雷根政府手中再降到20% 2.投資 允許退休金信託基金 進行相關產業的風險投資 3.保護 美國制定半導體晶片保護法 保護晶片的智慧財產權 不過相關產業的朋友大概一聽就知道 這些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如果不改變日本技術領先的局面 再怎麼資助保護也不夠虧的啦 那麼怎麼治本呢 像日本那樣也搞個舉國體制嗎 這對美國政府來說還真的辦不到 自一戰結束以來 美國政府已經習慣了自己有產業優勢 從來只有拿托拉斯法案搞反壟斷 還真沒有哪一屆美國政府想過 要在正常市場競爭當中保護本國企業 可是形勢比人強啊 到了1985年民意壓力越來越大 具體來說是遊說力道越來越大 英特爾超微等晶片公司聯合起來相繼指控 日本有不公正貿易行為 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也正式向國會提交一份 301條款文本 要求美國政府制止日本公司的傾銷行為 協會說法是 日本半導體產業在日本國內封閉的市場結構下 進行非正常的設備投資 並且以過低的價格出口 破壞了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秩序 當然單靠這些話說服不了人的 關鍵在後面 協會認為美國先進的武器裝備 離不開超級電子技術 而超級電子技術又離不開最新的半導體技術 如果美國在半導體技術上落後 美國將被迫使用日本生產的關鍵電子元器件 萬一外國企業在戰爭時期對美國斷貨 或者在非戰爭時期供貨給美國的對手 都會嚴重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因此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提出一個鄭重警告 美國半導體行業的削弱 將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 早這麼說不就完了嗎 晶片關係國家安全說一出 美國媒體跟著文風炒作日本威脅論 美國財富雜誌刊登了矽谷的日本間諜的報導 然後又把IBM商業建立案稱為新珍珠港事件 最後乾脆來個專題報導 晶片戰爭日本的威脅 探討日本對美國的巨大威脅 在國人節約可殺的氣氛下 美國政府出手啦 雷根總統宣稱 美國半導體產業的健康和生命力 對於美國未來的競爭能力至關重要 我們不能容許這一領域受到不公平貿易的危害 1985年10月美國商務部出面指控 日本公司傾銷256K和1MG的記憶體 一年後沒有選擇餘地的日本通產省 被迫與美國商務部簽署第一次美日半導體協議 根據這項協議 美國暫時停止對日本企業的反傾銷訴售 作為交換條件 日本政府必須促進日本企業購買美國生產的半導體 並設置六種半導體產品 對美國及第三國的出口價格下限 也就是說日本人不准在低價傾銷晶片 日本政府還得保證最遲到1991年 外國公司在日本市場的份額必須達到20% 你以為這就完了嗎?還沒 1987年美日貿易衝突升級 美國宣稱日本並沒有完全遵守美日半導體協定 於是對日本出國到美國的3億美元晶片 徵收高達100%的懲罰性關稅 另外美國否決了富士通對先童的收購計劃 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轉折點 這是美國在二戰結束以來第一次對盟友的經濟利益進行全面打擊 也是美國在大蕭條結束以來第一次以國家安全為理由 用行政手段介入貿易爭端的案例 此後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輝煌一去不復返 不過這裡面還有好幾個問題要細講 比如說同世紀發生了幾個重大事件 1981年東芝機械違反禁運令事件 1983年日立30 IBM 間諜案 1985年廣場協議 想真正理解晶片戰爭這些都必須深入討論 不過那都是下一集的事情了 以上就是本集的節目 感謝您的收看 也感謝會員朋友們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本集的故事 我們下次見 拜拜